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我昨天跟各位讲的 昨天我告诉各位 335波的低点就在这里了 明天开始展开另外一波的涨势 明天就是今天 那今天像我讲的一样 今天就怎么样 像我讲的一样上涨 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什么 短线的做法 那短线的做法之外 今天礼拜五 再来跟各位谈谈中线的架构 好 那昨天告诉各位 这个是335波的低点就在这里 明天开始展开另外一波涨势 我跟各位讲过主流族群 股票的部分 等一下再来谈 下个阶段再来谈股票 我们先谈大盘的部分 昨天我跟各位讲过 低点就是在这里 今天开始涨 今天就开始涨 好 那各位同志朋友 这个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反弹 为什么这个 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反弹 这个从中线的架构来看 那我们先从短线的架构来谈 今天这一根 这一根K线 它是带缺口的 量缩 量缩还会涨 量缩还会涨 你去想一个问题 昨天从低点拉上来拉了70几点 昨天最低打到7737 收盘收7814 昨天的成交量是905亿 谁去拉的 一定不是一般人嘛 外资昨天卖了100亿 对不对 那谁去拉的 所以说今天你不能当做一个量缩的反弹嘛 他已经告诉你啊 告诉你最起码昨天进去的人今天没跑嘛 好 既然昨天进去的人今天没跑 好 我们先从短线的角度来跟各位谈 短线的做法 好 这个 这一段啊 最后这一段 最后这一段 它是从7949点开始往下进入这最后一段 对不对 本来是在这里打底嘛 那我也跟各位讲过嘛 在这里打底它破了它也会弹上来回撤嘛 所以在这里做多的风险都不大 好 那不管嘛 不管重点是什么 最后一段的跌是从7949点 来进入这几天的最后一段的跌是嘛 所以这个低点 是低点的话 所以起码 它会先拉过这个高点 这是第一个 就是我刚跟各位讲的 7949 为什么 因为要确认这个低点是低点嘛 一个最少都拉过这个 那正常来讲有高到短空的话 它会先来补这个缺口 先补这个缺口就是二 先补这个缺口 来确认底部 这跟什么 跟6月25号我跟你讲的都一样 那大量交代价交代 短线该交代的都交代了 明天开始反弹 跟这里一样 这边我跟你讲 明天开始反弹对不对 因为它有高到短空就直接拉上去 那直接拉上去 是不是补这个缺口又补这个缺口 是不是补这个缺口又补这个缺口 为什么 因为它确认这个是低点嘛 所以一样的道理嘛 这个大盘 今天这个才是刚波段起涨而已 这个隔天上涨十字线 黑K 对不对 这个也是类似仿锤 它也是流上影线 它也是流上影线 但是它隔天续涨 这个是不是起涨 这个是不是交代低点 这个是不是起涨 对不对 那同样的道理嘛 这个是不是 我昨天跟各位讲的低点就在这里 今天是不是起涨 所以这个才是波段起涨而已啊 今天不能卖啊 今天要加码 这不管你昨天买到今天 今天是进场去加码 不是出场啊 因为今天进场去加码 你的风险就 我们不要说7663嘛 7663我跟你讲不会破嘛 你昨天的低点一破 你出场就好了嘛 还不简单 对不对 昨天进去买的人都不怕了 你怕什么 你不用怕 你已经买在波段低点了 在今天来看 将来来看 这里都是波段低点 为什么 中线的角度来看 这是大盘的周线 这个礼拜是收黑 上个礼拜收红有转折 我认为短修正已经告一个段落 这是我讲的 因为它这个是ABC 这反弹也是ABC 这下来也是ABC 它可以做什么 做一个ABC 两个ABC 三个ABC 不管是这个ABC 还是这个ABC 这个都叫做多头的修正 它不是空头格局 所以简单的说 基本上上个礼拜 收红到7850 其实坦白说 已经可以告一个段落了 那为什么又破低呢 当然国际股是一个因素 但是我说过 那个只是一个 影响到一个短线的做法而已 它并没有影响到什么 长线的做法 这个我相信你每天看我节目的人 我都有告诉各位 基本上这一段是ABC 这个也是ABC 它能过高 这个也是ABC 一样的道理 所以礼拜二在破低点的时候 我就告诉各位 这个破底 它破底 它为什么要破底 它当然有它的原因 因为这个是ABC 这个也是ABC 这个也是ABC 只是怎么样 只是它12345而已 所以简单的说 这个也是ABC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是缩头缩脚的平台 对不对 好 那缩头缩脚的平台 各位同志朋友 我跟各位说过几个重点 第一个 7663点不会破 第二个 下个礼拜会收红 这是 是不是那个 是不是 礼拜二告诉各位 礼拜二是8月20号 我们礼拜三放假 今天是8月23 它是不是留个下影线 好 那各位同志朋友 这个高点是多少 什么叫平台 什么叫缩头缩脚 我跟各位解释过了 这个缩头缩脚是高不破高 低不破低 所以我是不是告诉各位 7663点不会破 对不对 好 7663点不会破 各位同志朋友 这个礼拜的最低点 是不是7737 那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 7737跟7663差了几点 差了74点 对不对 好 那同样的 这个高点 这个高点是8265 这个高点是8265 其实这个高点你不能把它当做8265 你要把它当做什么 你要把它当做8368 为什么我说你要把它当做8368 从7663谈到8265 这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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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份到7月19号 这一段时间 这是不是7月19 这一段时间我们的除全息 大盘扣掉 蒸发掉的点数是103点左右 大概103点左右 因为我们除全息 除完全息蒸发掉的点数 大概103点左右 如果说8265加上除全息 配掉的现金 大盘蒸发掉的指数 加上去的话 真正的这一波高点 你不是8265 实际要来换算 扣掉全息的话 应该是8368 8368 你8439到8368 是不是一样差了71点左右 那这个低点是不是落差 这个是不是一样的缩头缩脚的平台 是不是 所以 这个礼拜虽然收黑有转折 但是礼拜二我就告诉各位了 这个叫做335波的缩头缩 平台的末段 下个礼拜会收红 我们可以来验证 没有关系 那既然下个礼拜会收红 这个是ABC 这个是ABC 后面这个就会过高 那下个礼拜就是会收红 这里就是波段提长 另外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角度 跟各位谈什么 你从几个角度来看 陆股我跟各位讲过 这是上海股市 上海股市底部打出来的 对不对 我跟你谈过 我说未来会带动雅股 两岸三地 会启动另外一波涨势 好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来看陆股 今天上海股市 它是杀尾盘 对不对 我们尾盘 我们尾盘是不是压回 我们尾盘压回是因为什么 受到什么影响 受到12点过后 上海股市杀到翻黑 香港恒生翻黑 对不对 好 那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这个大盘 有问题的话 这个反弹完要继续跌的话 不用等到下个礼拜 你先去思考一个问题 大陆股市香港股市 今天盘中杀到翻黑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尾盘子 小幅度的压回 它不是像那一样杀到翻黑 所以这个不会是 一天的反弹行情 它是波段的起涨 这是第二个角度 第三个角度 道琼 这一段跌的我们就不用讲 我来让你看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 昨天反弹 对不对 我们再来对照台股 台股今天反弹 好我们把道琼 昨天反弹的扣掉 从这一天开始起算 这一天最低来到14880 六天前的高点是多少 15504 最低来到14880 跌了多少 跌了将近600点 那我们大盘呢 到今天收盘好了 我们以昨天收盘来算 也还有跌了多少 也还跌了488点 大概3.15% 那同样的 我们今天不要来算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 六天前收盘收在7951 今天收在7873 各位投资朋友 1%而已 这个大盘如果后面会波段大跌 每股光这六天到昨天收盘 光这六天就跌到3%多 我们不会只跌1% 所以我告诉各位 这个不会是空头 再来昨天盘面的指标股 我告诉各位的 大力光都还维持在千言之上 它不会是空头走势 那我跟你讲过 不是叫你去买大力光 这一段有这一段可以买的股票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它今天除息贴息 它还是在一千块以上 对不对 我过去可以空的时候 我都是放空 鸿海 9月13号 来到94块3的时候 9月13是哪时候 是在这一波的高点 我们图形放大给你看 在这里 这一段反韩的高点 这看起来是不是向底部 这看起来是不是向底部 这个后面不看 你这个是不是看起来向底 这看起来向底 去年的9月13的时候 我告诉你95块是初步短压 98块是大压 100块应该看不到 短期内 我是不是在 在9月13号的时候告诉各位 100块应该看不到短期内 来到98.4的时候 我说过了最高来到98.4 这里 98.4 98块大压 100块应该看不到 这谁敢讲啊 这底部打出来 谁敢跟你讲说 100块看不到 短期内看不到 是不是最高来到98.4 然后就下来了 那下来到这一趟 这个时候 来 12月4号 去年的12月4号 12月4号的时候 我跟你说过 这个是反压 对不对 当时美龄看113 我认为这里是卖点 这是不是卖点 当时的美龄 红海目标价 花期喊到132 这12月11号的联合报 德意志115 小摩120 美龄113 12月3号的晚报 对不对 我跟你说什么 我跟你说 这里是卖点 这里是卖点 谁会对 我说让时间来证明 红海从这里跌到又破低点 那昨天我告诉各位 这个底型打出来 还会再长你不信 但是这个不是标的 我跟你讲过 你要去找最好的主流 主流在哪 我已经跟各位讲得很清楚 这个就是真正的低 这个不是底它往下破 不管是这个你哪里看 这个都不是 我当初跟你说 往下就是往下 现在我告诉你 你还会往上就会往上啦 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金融也好 金融我今天不想浪费时间讲 我只能告诉你 这个大盘 从短线的角度来看 我说我讲话很干脆 7663开始我告诉你 明天开始反弹 昨天我告诉你 昨天的低点就是这里 今天开始反弹 它就是今天开始反弹 今天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波段起涨而已 从中线的角度来看 这个叫做什么 下个礼拜会收红 这个是修正末端 所以简单的说 这个大盘目前才波段起涨而已 把握机会千万不要做出方向 我们休息一下进下广告 马上回来 他来到新庄郑都心 我坚持在一千多坪的存住宅区 只盖一栋建筑 为了追求最好的生活品质 你的邻居四万坪公园 中港立体 雅兴盖房子 放心一辈子 一户一梯梯 雅兴向上 85218111 最及时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名师 都在顾德投顾新版网站 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顾德一投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顾德 免费服务热线 025783000 25783000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德投顾 都有期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德投顾 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 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德投顾 民国55年 全台国小每班 约52个学生 当时 约20个年轻人 抚养一个老人 民国101年 全台国小 平均一班约25人 预计民国111年 约4个年轻人 需抚养一个老人 随着社会的变迁 少子女化与高龄化 已影响年金制度发展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现场 每一波要做的股票都不一样 7663 这里到这里 我跟你讲什么 我跟你讲说啊 你要散弹打鸟去买电子股 不如集中火力买金融股 有没有错 绝对不会错 很多电子股都跌到破底啊 很多电子股都跌到破底啊 我叫你买金融传产有没有错 对不对 现在我要告诉各位 你当初听我话的 你有买金融股的 你的选择绝对是正确还会在涨 但是我同样的要告诉你 我希望你拨出一些资金来 来买生技股 金融股不用卖 但是资金做更好的 我们资金啊 要做更好的运用 同样的一套资金 继续报金融股 该走的时候我会带你走 还是赚 那既然有波段的涨势 我们要去把握机会怎么样 去赚更多 怎么样去赚更多 选对主流 你一定要分散资金到主流里面 你的才会赚最多 我昨天跟各位谈过 主流都是在这里 对不对 主流都是在这里 昨天我告诉各位 真正主流是生技 生技它 以及现在开始启动主身段 你一定要把握 来 昨天是在这里 我不是买这里 我也买没买这里 那我只能告诉各位啊 生技股 个别股走势不同 你不要以为生技股 你买了就一定涨 生技股 有买 卖点也很重要 不要 我在最近的会场谈过成业一 那基本上各位投资朋友 我说过这个还会再涨 因为它底打形了 底形已经打出来了 那手上有成业一的人 我这样子讲 我去买生技股买成业一的 一定都是套在这里 要嘛套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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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逼不得已是继续报 往下报 我说过了 我是昨天才告诉各位 第一档 当然不是昨天 第一档是在7月31号 7月31号 整理末端的时候进去买的 所以基本上 同样做生技股 有什么不一样 进场时机不一样 结果就不一样 成业一还会再涨 你进场时机不对 进场时机不对 你就是套 先套再来吃等解套 这个叫做差别啦 那进场时机正确 我买的 我买完之后没有低点啦 它上去放下来还是涨 跟我做的 没有一档是赔钱的 这个叫结果不一样 同样做生技股 你要看跟谁做 虽然我 我已经告诉你了 这个即将起升组争段啊 你资金一定要分配 在组争段的股票里面 你才会赚得更多 所以我说你做多金融股 你也要分一些资金来这里 这档股票 资金少的 还有机会 我跟你讲过 这起段波段涨势的 第一根涨停而已 这个是低点越跌越高 这个底部形态打这么大 它不会只有涨一根 所以一定要把握 该卖我会带你卖 你不用担心 但是现在要有什么 我说生技股 个别走势不一样 你要选对股 选不对股都没有用 进场点位置不对都没有用 第二档 这个也是 这个都是领先打底的 这个是中价位的 资金中价位的 资金少的做这个 中价位的做这个 高价的做这个 这昨天我跟你讲的 昨天是不是告诉各位 昨天才进场买啊 昨天才进场买 我告诉你看好的理由 底部形态完成 未来的主流族群 即将进入主身段 今天盘中 今天盘中要到涨停了 我昨天买的 今天涨停板 投顾老师每个涨停板 我跟你讲 我买什么股票涨停板啊 那有什么好 我跟你讲我这个人 不喜欢去 人家讲那个叫什么 我不会讲 我不中面子的人 跟你讲什么股票涨停板 对你有什么作用 实际上什么十点点切进去 你能赚到钱才是最重要的 我昨天才进场去买 这个叫时机 我出过买生计股 有买生计股的时机点 为什么我进去的生计股 我买完都没有低点 不管是这一档也好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这一档也好 我买完之后都没低点 对不对 这个我说过这个都有波段涨势啊 或者说这个今天也是涨 这个也是 所以我说你针对你有资金 他做高价的 电子股也好 你要做金融的也好 你一定要分散一些资金出来 去怎么样 去追求最有效应的东西 昨天进场 今天他出一根涨停 这个已经领先打底完成了 好的股票他会领先打底完成 而且主流主情 而且一定有波段涨势 所以各位同志朋友一定要把握 生计特工队 我带你做一波 因为这一波是什么 这一波他是主生段 那除了生计之外 再搭配什么 搭配我跟你讲的 底部形态的景气收位股 这未来的主流 这个我进去都没低点啊 我在这里进去这有低点吗 对不对 再搭配什么 这个也一样啊 这个都一样进入主生段啊 所以各位同志朋友 要把握 这一波 生计的主生段 有兴趣的同志朋友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生计特工队 我再搭配两三档的 阶段的主流 帮你做出整波段 事业关系跟各位讲到这里 有兴趣的跟我们注意点点下旬 最后祝各位周末假期愉快 我们下周再会 拜拜 好 必谈不攻击 自律同理心 手法好公民 Everybody李怡通 你好我好 大家好 最及时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名师 都在顾德投顾新版网站 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顾德一投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顾德 免费服务热线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德投顾都有期货 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零二二五七八三零零零 二五七八三零零零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意 顾德投顾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 当主营 拥有期货股票双陣兆 持林坦败为顺的 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零二二五七八三零零零 二五七八三零零零零 最田cling的投顾 顾德投顾 五谷周紫阳中央特区 黄金走线 亮眼球形 多元路往 动能便捷 建筑旗舰 艺术地标 预约两年后增值富裕 捷运 商圈 公园宅 未来富 82950333 中国的这个Vanga教授 他提出来的时候 摇篮到摇篮的一个经营的模式 其实是用这样的一个生态化的概念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将来 要让它走入一个所谓的 像生态系统一样 一个循环型的社会的话 很重要的话就是所有的物质 它必须能够回收给循环再利用 保贝我们的地球 保贝我的未来 设例便当跟杯汤 那含量不是很高吗 那很高 看一样标示啊 那盐是造成高血压的原因之一哦 那多少才较高啊 承认每日 那种摄取量不宜超过2400毫克 也就是6公克食盐 我一餐那含量就超标 那我还要注意什么 那很容易 天然的辣椒 盐 酱油 番茄酱调味品少吃 加工调理食品